第一個問卷結果 你的選客動機為何 其實大家還蠻誠實的 因為百分之多 68.8%的同學只是單純想要來 取得這個學分的 其實比例上還蠻高的 畢業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比較多的就是希望對未來的就業有幫助 當然也就成如我剛剛講的 大概46.9% 接近一半的同學 其實還是蠻關心自己的未來的 那其實你們的未來就是整個台灣的未來 其實你們 看就是說相較之下 其實也就是將來 社會上就是需要有一些年輕人 去做一些努力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的 選客動機還有就是想要多學一點電腦技能 跟 考一些電腦證照 所以 順應大家的需求啦 這門課當然重點還是會擺在就是說 讓大家多學一點電腦技能 而且是最重要的 順位最高的 也許 舉辦office裡面的World is your Powerpoint 這個一定是必要的 而且是最容易取得的這個工具 另外的話呢我們也會搭 搭上那個電腦證照的這個順風車 那也就是說呢 我會拿那個電腦證照的考試題目 因為那個電腦證照考試的題目基本上呢 就跟一般的練習的題目其實是相類似的 而且他出的題目 坦白講他難度是相較是比較高一些 但是實際上我發現跟 跟未來在職場上工作需要的技能 其實還蠻有 這個關聯性的喔 所以呢如果假設我希望一魚兩吃的話 最好是什麼 乾脆呢 我就拿那個電腦證照考試題 我就拿來解 就是拿來這個 當成是上課的範例題 那一來的話就說 你又可以學到技能 另外的話呢如果你假設啦 你覺得已經練習的差不多你想要去考證照 當然也沒問題 就是後面只需要多一個 報名的 這個流程而已啦 可能就還是需要花一點報名費用 然後去參加考試 那考通過之後他會給你一張證照 OK 那我是還蠻強烈建議啊 如果非資訊相關科系的同學 因為畢竟呢你們的文憑上面 其實 沒有任何的電腦相關技能的佐證 所以我建議啊 你最好是可以拿一些第三方公證單位發的一些證書 就好像說你畢業的時候 其實 學校會發一張紙張給你 我不曉得以前好像甚至 我們那時候還會幫你戶背 現在好像連戶背都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 以前好像後來就發一張紙給你 是後來好像發一個捲筒吧 我還是捲筒要自己買我不知道 OK 其實 坦白講就是一張紙 證照其實也是同樣的 如果你在關鍵時刻用一次 我覺得就足夠了啦 未來當然就業上面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好 蠻值得參考的 然後值得欣慰的 好多同學 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學選了第六個 那我可能之後再看一下到底是誰選 開玩笑 其實 這個其實 那 其他的話還有什麼 數位學分 真的覺得 很有幫助 OK 所以 當然 有同學是真的是想要學習的 才來上這個課程的 那因為學習 這個 數位課程 好 那其他的話 最多想學的 你會發現 因為 PPT這個 這個 PPT的多媒體的簡報動畫 其實 PPT 如果你做得好 真的可以 讓他做出很多的效果 你不要以為說他只是簡單的可以修一些簡報 沒有他裡面真的可以做 這個一些動畫 而且動畫每個都會動的 然後你甚至可以 像有些 有一些那個網紅 其實你甚至可以把那個什麼PPT做得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一邊 像我發現有一些知識型的網紅 他其實都沒有露臉 他其實就是秀一些動畫 然後做一些解說 不過可能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地方就是可能因為 插圖好像是要自己畫 我發現那個插圖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具備有 插圖能力或是可以組個team 有的人設計文稿 有的人設計美工 那有的人會講 有沒有 這樣子組個team 實際上 也可以能動個 這個channel 那其實呢 慢慢慢慢 經營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 就會有很多訂閱的人數了 增加 像各位應該有看過一個頻道叫什麼 台灣bar 有沒有台灣bar我發現就是這樣一個team 他有的人就是負責這部分負責那一部分 然後 還有人負責講 講的要講的有趣吧 我發現那個 講的那個人 那個叫什麼名字 後來他自己也有創個頻道 我後來看一下他的頻道 其實也蠻不錯的 也蠻年輕的 今天的新聞好像也有報導說 那個網紅的收入 蠻可觀的 當然呢 背後其實需要很多努力 那 再來的話 就是說 多媒體 的相關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大家對於那個PPT 好像 非常的感興趣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文獻 這個視算表那就eSale的這個 資料與分析能力 這個也是我們的重點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 建置eSale 把eSale拿來當成是建置文獻的一個 數據庫 和查詢系統 這個大家好像也蠻感興趣的 所以前 前四個 大概 其他還有 簡介一下 其他這個 OK 所以 看起來好像大家對於PPT的興趣 高過eSale 那這樣可想而知 也就是我前面講的 當然相較之下 PPT是比較活一點點 OK 就像說之前 我們在大二的那個課程 其實有講到Photoshop 好像大家對Photoshop也非常感興趣 好像就是不要寫程式的大家都比較有興趣 奇怪 好像大家都一次有就覺得好像有點排斥 不過沒辦法在這個社會上 還是數據 目前來說啦 數據還是為主啦 因為你看現在大數據時代 到處都數據 那PPT也許 就是最後我們可以秀一些東西的平台 兩個是結合在一起 那有沒有位一位來做準備 大部分 快三分之一的同學是有 然後 三分之一 不知道 還不騎 然後呢 有 快三分之一的是準備考研究所 所以大概三分天下 OK 其他的還有什麼 還在思考 未來要做什麼 還在想 然後 但是還不清楚 OK 還好沒有那個給爸媽養的 OK 當啃老族的嘛 然後 你覺得哪 這個中文 怎麼樣讓中文 系的課程 更 貼近 時代的潮流 他說 已經算是 然後 職場生態 職場生態 職場生態就是兩個字嘛 險惡嘛 OK 增加實用性 更生活化 不要太文學性的 太多 這很難吧 OK 舒適圈 OK 要突破中文系 就 走出那個傳統的現狀 十分必要 警察真的很會講話 每次我看到他 他寫的我都還蠻開心的 然後 多學一點剪影片的軟體 剪接影片軟體 因為這個另外一個課程跟雲章有關 可以講到YouTube的部分 不過剪輯的話 可能還另外有個課程吧 也許你可以用像那個 比較簡單的像 威力導演 我是覺得剪片並不複雜 但是很花時間是真的 尤其要加字幕上面 那真的是麻煩 是很花時間的 然後結合 App 剛好我們上學期那個課的App 雲端跟App 所以如果你假設 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不妨考慮 我們上個學期那個雲端跟App的課程 然後 多加一些 讓 還有我剛好提到 其實 這個文學院的學生 尤其在寫作例上面 其實真的不能夠被忽略 因為我發現 很多東西都是寫出來的 像你會發現很多那個 有一些小吃 為什麼排隊 我發現 背後都有很多寫手 有沒有 部落客 幫忙推一下 網紅推一下 馬上就排隊了 管他好不好吃 先排隊就對了 而且 台灣很奇妙 只要看到 一攤有排隊 一攤沒排隊 你會發現永遠排隊的就會排隊 沒有人排隊的 再怎麼樣也不會排隊 但是你兩個都買來吃吃看 你會發現 你真的吃得出來哪個好吃哪個不好吃嗎 當然有時候有的是真的不錯啦 不過我是覺得大部分 就兩個字啦 就盲從 OK 我發現這個台灣其實有個慣性 就是所謂的領頭羊很重要 什麼叫領頭羊 就是只要有一個人 在往前衝的時候 後面就會有人往前衝 那領頭羊有一個現象就是說 哪怕那個領頭羊就像說什麼 青藏高原有沒有 那個羊 領頭羊如果掉下去 你會發現整群羊全部都掉下去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盲從嘛 跟著走就對了 那到底呢 對還是不對 其實我發現 大部分好像都沒什麼判斷能力 為什麼 所以你值得去思考 就是說你們在那個 獨立思考判斷能力上面是不是應該再加強 別人說的答案你有沒有先驗證一下 OK 這一點倒我覺得我是比較 會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發現我身邊不見得 每一個人都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 很多東西是寫出來的 到底寫的對不對 有的時候真的是三人成骨 反正我寫多了 那就變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我建議如果喜歡寫作的同學 不妨可以找一個方向 勤於筆根 在你畢業的時候 我相信你就可以寫出一篇天空 OK 就像說你想要某個關鍵字 假設你希望能夠像我一樣 比如說關鍵字可以排在前面的話 你可能要 這就是要做一點點事情 那其他的話 什麼 雖然 OK那可能是這次設正系統也寫的 網頁架設 這個 然後 邊演講 邊去 OK也是啦就是多多方面去 那跨域合作 這同學為你們講的太誇張了吧 是什麼 把中文系廢除了 OK 然後還有什麼 可以跟得上的 參訪 這也是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去了解一下 文創相關產業 PS這個PS是另外一個課程才有的 然後跟別系合作 多開一些數位課程 這個也不錯啦 就是你可以跟 像理工學院或商學院 其實可以做一些多方面合作 因為我像我在別學校上課 有一些是通識 課程 除了文學院同學之外 還有商學院 還有理學院 但是你會發現差異真的完全不一樣 寫報告的時候你會發現文學院的同學 寫的都非常棒 但是 程式做不出來 然後會寫很多 但是呢 相反的工學院學生 程式寫得非常好 但是呢 只有寫結論 過程都沒有 也不知道說他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 我都很想知道你為什麼寫這麼少 但是他程式是真的寫得不錯 這差距其實還蠻大 那最好是怎麼樣 可以彌平一下吧 Balance一下吧 最好是 你又做得出來東西 然後呢 也可以寫的 也可以說得出 所以然 不然的話說真的 這個 這個差距 太大 我會覺得說 如果 兩者都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該多好 又會做又會講 老闆一定最喜歡這種人 很會做 也很會講 OK 那最怕就是那種 很會做不會講 只會叫別人做 OK 所以職場上面蠻多這種人的 那未來可以開設一些 什麼 如果多科 不過雖然有點變職業訓練了 對這也是麻煩 因為現在 學校是屬於普通大學 普通大學其實還走向當然還是跟那個技職 體系不太一樣 那可以學一些什麼 區塊鏈 NFT OK 這裡有一些概念 像那個比特幣有沒有是不是教大家挖礦嗎 是不是 然後 減少手寫深論題 社會發展 OK 所以同學 提一些意見 那其中其末大概最想要 繳交報告 繳交報告 好像 以後這個問題我想我就把它廢掉 因為我發現大家最後結果好像都 都只想要繳交報告 這個我們再看看好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向 OK 其實我是比較想要 要不就是 因為上台報告 像大家 也要準備得很充分 不然我會聽得很痛苦 然後 上機測驗的話也是一個選項 因為好處就是一翻兩瞬眼 考完就沒事了 而且 把它模擬像證照考試一樣 也就是說呢 你考完可以當模擬考 然後如果你想要拿證照你就去報名參加吧 其實考場還蠻多的 坊間很多地方都可以考 考這個試 OK 其實倒也是個方向 好 所以呢 問卷大概 差不多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稍微 看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 我已經 把問卷講完之後再來的話 其實 我剛剛有提過 關於我自己 其實你要Google找到我 原來我是排第一個 我部落格裡面有上千篇的教學文章 OK 那因為寫關於所以就排在前面 當然 我也會去觀察說到底大家喜歡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Google上面會有一些 讓你知道說哪一些文章是最熱門 後來發現 大家還是喜歡看 最好文章裡面要穿插有圖片 然後有影片 然後有一些可能比較 有趣的吧 文字的話呢 盡量 也 不要說 就是全部都黑體字 最好是 每個字都 讓他 打上那個 紅色出字 就是讓他看 重點就可以了 所以後來我寫出來的那個文章 如果假設 各位可以Google一下 不是要衝那個人氣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不是太 因為我不是刻意要 我只是秀給大家看 你可以找吳老師教學部落格 或者吳老師也可以 這個是分 這個是 這個是病的 病好像找那個Google的比較 比較找不到 我們在Google裡面找 如果你打那個吳老師 有沒有他第一個就跳麻將心法 怎麼現在跳我 可能是因為我的關係 因為我的帳號進來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大家現在會有放一些我上課的相關的連結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 比如說像爬蟲好了 我會 分享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用Excel怎麼去爬取 那個Yahoo股市資料 那以前的話都黑底字 現在的話 還會特別用什麼 用紅字跟你講說 哪些是重點 哪些是關鍵字 哪些要怎麼做 然後並且截圖 然後把程式也放上去 也就是說呢 他只要把這個程式複製貼上 他就可以run 那這邊還有影片 所以你只要播放 就可以看到 到底該怎麼做的 上課的步驟 OK 甚至底下的話呢 還有更多 更多連結 比如說有 再延伸性的 這邊還有什麼 教學論壇 然後 這個論壇裡面的話 其實就會有很多 等於是說上課的完整的影片 有這麼多 有沒有每一次上課 那影片這麼多 這底下連進去 又是有影片 就是等於是說你只要進入到 我的部落格 就會有 取之 用之 不斜 取之 這個 就是取不完的這個影片 然後 這底下還有 還有什麼相關的連結 反正你只要進到這個連結 底下就可以延伸很多很多 那這樣相對的話 你就會怎麼樣呢 可能一件事情就是 太多了 我可能下次還要再看 你就把它加到書籤裡面 那下次還會再來 所以會有在拜訪次數越來越多 甚至呢 你可能會把它分享出去 那當然 相對的 我這個搜尋的 被搜尋到的 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這樣的話Google就會幫我把 我的順序排在前面 所以如果將來呢你希望說 你的那個網頁 能夠被排在前面的話 那當然 一定要能夠讓 別人呢 能夠不斷來看到你這些東西的方法 那如果你都注意到的話 那相對的 那就是對的連結 所以你說 老師為什麼你關鍵字可以排在前面 你是不是花了多少錢嗎 這個難嗎 這樣心把 這個下面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YouTube頻道其實裡面的話 已經放了大概快2萬個影片 其實應該也不只2萬個影片 因為U3料蠻多的 那我從2006年開始就已經 做這件事情 所以做了 其實快20年了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所以你Google到應該可以看到我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的話 這是相關的 剛剛講的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我有一些這個 業界的創業經驗 我在某 電腦公司擔任執行長工作 然後呢目前的話 擔任各校的一些 授課 然後也要在推廣部啦等等 另外的話有像企業內部的訓練 一堆的 那 最早的話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實是擔任程式設計師 那那個時候的話 其實我畢業的時候我拿的 我拿的學位是文學碩士 但是我卻跑到 這個軟體公司去 寫程式 當然其實 那個時候的想法也只是希望說 能夠給 給自己一個 不一樣的未來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其實也曾經到 學校去教國文 但是後來發現 教國文 有一個現象 就是你只要講一些題外的 大家都醒過來 你只要想要課內的 全部都倒一片 都覺得說奇怪為什麼 引不起大家的興趣 也不可能一直講講課外的東西嘛 對不對 他這就很兩難了 而且會覺得說這個課本裡面設計的教材 真的 我覺得還蠻有可以 改變的空間 那時候其實還年輕 於是乎就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那個時候其實 剛畢業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有學校 就是要 要聘我到學校去教國文課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個 補教 也請我去當那個 補習班的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什麼主任的 忘記了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 城市設計師 所有的那個 就是這三份工作裡面 其實 薪資起薪最低的應該是這一個 但是挑戰性最高 所以我毅然決然選擇這個工作 不過那時候我跟各位講 雖然起薪 是比較低的 但是 大概在幾年 1997 現在已經離現在25年 那時候我第一份 這個薪水的薪資 他是給我 三萬五千塊 那我想說三萬五千塊好像跟現在 你們的薪資 其實好像沒有 而且好像甚至比 有些人的起薪還更高 而且這個是 這個25年前的水準 所以你可想而知 薪資真的完全沒動 但是物價有沒有動 動很多 恐怕 物價大概已經漲了大概 應該有30%以上吧 因為以那個 我之前是看了 那個台灣的主計處的那個 每一年的通膨指數 大概都增加兩趴 也是每一年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錢放在銀行 如果沒有兩趴利息 其實你的錢會越來越小 OK 所以理論上 這個當然 所以為什麼現在年輕人不生小孩 其實也可以理解 因為自己都養不活 更不要養小孩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那這個是之前上課 TVPS來採訪的 另外聯合報來採訪我 那主要問到的問題 大部分都是說 為什麼 這個文學博士 最後會跑去教 程式 OK 然後當然我有講了一些原因 不過後來發現 這個聯合報的記者 真的 記者最後 他下了標題 讓我有點傻眼 他最後怎麼下標 貼上給各位看一下 抱歉 那一篇不見了 被刪掉了 他那一篇好像比較強調說 我到底賺了多少錢 對吧 而不是去強調說 那個 這件事情 所以有時候記者 他可能比較殺狗血 那其他這個 交的很辛苦 這陸續我拿一些獎項 不過這個 就是卓越貢獻 然後趨勢先鋒 另外我的證照 大概也超過30張吧 這都是我的證照 OK 然後我的頻道 然後另外 因為這樣的關係 每個月 每個月Google也會拿 也會貢獻我一些 算是廣告金吧 那這也是 很 很大的話題 就是說 網紅為什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到底網紅 這樣的錢 好不好賺 跟各位講 其實也不難 但是還是要花 心思經營 而且 如果你假設 早一點入門的話 你會賺的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現在才想要去入門的話 其實已經機會好像稍微 比較沒有那麼大了 那其他還有就是說一些證照 中心也找我當諮詢委員 OK 那再來的話就課程規劃 那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了 其實要把那個 人文的東西 跟電腦技能做結合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基本上規劃兩個方向 那希望說又可以讓大家可以學到電腦技能 未來又可以跟職場銜接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一於兩次 就我剛剛講的 所以我就把 目前 最新的那個電腦證照的考試題目 結合我們上課的這個 技能需求 然後呢 我們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當然又可以上課 又可以學習 那未來如果你要考試的話 拿到證照要更好 所以 我就把那個Excel跟 PowerPoint 的證照題目 拿來當成我們上課的範例 那當然 如果假如說你可以在其中其末 你如果假設 你非常積極 你把這些題目練完 你去考試拿到證照 如果你拿到證照 我一定幫你大大加分 而且甚至你其中其末考 其實甚至可以考慮 你就可以當成你其中其末的那個 成績 不過前提你是必須要在這個學期裡面完成 OK 如果假設你有這樣的 東西的話 OK 那大概的電腦規劃是這樣 OK 然後 所以呢 我的方向是 PPT 那個多媒體的簡報動畫 跟那個Excel函數 與文獻資料庫處理 所以呢 課綱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有幾個 剛剛其實就是你們填的 所以我就選了那個 就是電腦證照 的 這個題目 拿來 結合我 融入到我們的 這個 技能需求 所以這本的話就是 從那個 T2C2016 的這個電腦 企業用 材的電腦 實力評額 裡面的話 他主要是針對三個最重要的這個Office軟體 一個是Word Excel PowerPoint 那不過因為呢 Word 基本上我規劃是在別的課程 所以這個地方我主要是 選的PPT 跟那個 這個Excel 這個是之前上課 大概多年前的 同學拿到證照拍了合照 大概長這樣 OK 其他就PPT 這個 相關的 至於就是說呢 那個 考試部分喔如果你想要找的話你其實可以找那個TQC 他的官網就是 www.tqc 然後點org 他是一個 非營利組織 點tw 或者你其實關鍵是打TQC好像也會出來 然後這邊的話就會出現認證內容 你可以找一下 其中的話呢認證內容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就是 什麼呢 PPT在這裡 有沒有然後Excel在這裡 比如說我們以Excel來看好了 他其實就分成總共三個Label 有實用級 進階級 跟專業級 那考試的題目呢這邊考三 實用級就考三題 進階考五題 那專業考五題 那專業又多學科 學科就是說選 選擇題 那考試的費用的話呢是1200塊 OK 然後他目前考的科目就是有 也是有2010 2013 2016 最新好像2019 OK 那我這邊的話呢 我準備的是2016的 那未來也許可以再改版 因為現在這個2016剛出來沒有很久 OK 那 大概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裡面大概可以讓你學到哪些東西 主要是這些 OK 至於就是說今天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說 幫我 再完成兩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我的預期目標 第一個就是說 待會請各位 幫我填寫一下 因為我們 學校有規定就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 要固定 這是你們的座位 那 主要的原因是 將來如果有發現有同學 有狀況 比如說 不幸染疫的話 那 這個 染疫好像也要全班 隔離了 但是前後左右好像會比較 會危險一些 所以請各位待會先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說幫我填一下 這個問卷的 這個固定座位放在哪裡呢 應該是放在我們剛剛那個 GG.GG 剛剛好像 我的權限 有 有點問題 所以我現在把它 剛剛有把它重新整理 你所以如果假設進來會有那個權限問題就重新整理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固定座位 那打開之後請你把你的位置 打上你的姓名 學號加上姓名 填在你那個格子裡面 不過我好像還沒共用 我把它共用一下 共用把它變更 變更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怎麼樣 知道連結的人 除了可以檢視之外 還可以編輯 還可以編輯 那也就是等一下你們就可以直接填了 那你會發現 我覺得Google這個部分真的還蠻好 蠻方便的 填完之後 記得不要不要去改別人的東西就對了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幫我把 座位部分填上去 完成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的話 請各位 再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其中以前 也許我們主力放在Excel 那期末的話 其中之後到期末 那我們就是放在PPT 那總共的話你可以打開來 你 第一個題目在這裡 練習檔在這裡 那將來的話有些相關的程式 說明我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所以你可以 等一下可以把這個題目打開 然後把它稍微放大 因為這是PDF檔 那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總共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在這裡 第四類 第五類 那各位有沒有記得 剛剛那個考試 實用級的話 他是考三題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取得最基本的Label1的話 其實你就把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通通練習完 就夠了 因為他就是從什麼 123類 各考一題 那這些題目的話呢 他已經都公佈了 也就是說他讓你先知道 那 一類的話呢 總共會有 10題 不過理論上 1到10的 不過理論上 不公開的秘密 理論上他只會考雙數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底下的話我們其實 就已經把題目 放在這上面 但這是有版權的 這個單位的方便 我是 上課的方便 我是用這個 這個紙本 把它掃描 所以這個地方 第102題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是雙數題 104 106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先稍微把 題目稍微看一下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會來做這個題目的解答 那他會要我們怎麼樣 開啟某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在這個地方有練習檔 所以 也許啦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假設你今天 有帶隨身碟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兩個檔案 先下載到 你的隨身碟裡面 那同樣的呢 這個 PPT的話在這裡 這邊一樣兩個檔 OK 那 請各位呢 先幫我完成 兩個動作就是 填寫那個固定座位 跟 這個 下載這個證照考試 的相關題目 也許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總共會有 這個Excel的話 五類 那拋棚也好像就只有四類 OK 拋棚也好像比較少一點點 好